明杰一方面布林肯再度捍卫台湾 另外一方面他警告中国只要军援俄罗斯 一定要遭受到严重的后果 事实上现在连欧洲都在盯 因为中国事实上在德国媒体的最新报导当中 他们军援了俄罗斯自杀无人机 对针对这一场这个俄乌战争 到今天已经开了满一年 那当然从这个美国总统拜登 先前访问基辅之后看到俄罗斯的总统普丁 那又公开这个呛说要暂停 跟美国之间的这个核武的这个条约 那当然这样的一个状况 他还强调说等于俄罗斯会继续打下去 那对于说这一场战争谁最希望打下去 其实先有一篇分析反而认为说 恐怕除了美国俄罗斯 那中国可能是全世界最想让这一场战争 延续下去的国家 因为中国可以从中坐享其成 那特别是因为我们看到俄罗斯到现在在战场上 那不止冰原的这一个损伤非常严重 至少超过14万人以上 那每天至少2万发的炮弹不断的消耗 那乌军也是一样 同样的因为西方的军援也会耗损 这些国家他的一个兵工的库存 那这个部分 双方都在持续消耗的情况之下 对于中国来讲 可能CN认为说可以有效来分散 这个美军在这一个亚洲地区部署的兵力 特别是针对中国的兵力 所以这个部分 CN认为说 中国可能是全世界最想让俄乌战争 继续延续下去的国家 最近德国明镜周刊 就发现有相关的讯息显示说 这俄罗斯跟中国的这个军工企业 正在谈判 准备要在俄罗斯生产一型 叫做ZT-180的自杀攻击无人机 而这一型的攻击无人机 他的这一个前面可以带弹头35到50公斤 其实这杀伤力已经算是蛮强的 那非常类似向伊朗提供给俄罗斯的见证者 136型的无人机 如果是这种自杀无人机 他就是属于致命型的武器 那完全就踩到美国的跟北约的红线 那现在华尔街日报谈到说 这个华府正在考虑 是不是要进一步公开相关的具体情资 来警告北京 那华尔街日报研判的一个状况 认为说 跟我们先前谈的CNN的说法不太一样 因为CNN认为说中俄不会正式结盟 但是观察到说最近中国的这个外事办的主任 王毅访问这一个莫斯科 那这个举动也被华尔街日报解读 说非常有可能会改变过去 不提供俄罗斯军援这样的一个政策 那接下来到底中俄双方会怎么发展 当然相信华府是完全的紧盯 那针对这场俄乌战争 当然跟我们最迫切相关的 就是说 是不是已经牵动到台海未来的局势发展 那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中情局的局长伯恩斯 先前公开的在一场这一个演讲中提到说 他确实有谈到说 这一个2027年中国有可能对台动武 不过他也强调说 这个是习近平下令要解放军 做好对台动武的准备 那会有这样的一个解读 是他认为说不要去低估习近平的野心 但是从过去这一年 俄乌战场上面的俄军的表现 他也认为说习近平绝对也看到 俄军连连势力内心绝对是非常的不安 那他认为从这个CIA的解读 对习近平的个性的研判 认为说他是一个不愿意干冒风险的人 但是犯台的行动绝对是高风险 所以他从这里也看到说 当然还是必须要小心习近平对台相关的 可能的动作 那当然还有俄乌战争 这一场作战过程中 这个乌克兰防卫上面的表现 其实最近非常多媒体都有进一步的解读 包含像美联社等等 都有对台湾提出相关的建议 包含像乌克兰 不管是在这一个 这个C4ISR 这种说所谓的这个勤收上面 各方面然后对无人机的运用 那甚至还有包含像最重要的抗体移植的部分 都认为台湾弯 那必须要这一个借进 那当然还有整个美方对台的协助 其实先前也谈到说 不要让战事爆发之后 才对台进行所谓的军援 因为特别是这个透过海上的援助 相对来说会比地面路上的援助来的困难 所以必须要先提供给台湾 不管是弹药也好 或者相关在这个台湾南北的兵力预制 都要先做好准备 一个是嚇阻 如果真的嚇阻不成的情况之下 也能够及时反应来击退解放军对台入侵 最后当然俄乌战争 外媒盘点说 俄军打到现在 这一个非常的难看 大概有五大势力的重点 第一个包含像没有成功的占领基辅 第二个主动从这个南面的赫尔松撤军 还有包含像他的巡洋舰莫斯科号被击沉 还有或者是像克里米亚半岛的这个连接中 俄罗斯的本土的克里米亚大桥 也被这一个破坏 这些等等都表示说 俄军其实就算 接下来继续打下去 恐怕也不会有好的成绩 我们稍后回来 明杰我刚刚播给观众朋友看的是 CBS的专题报道 媒体记者除了上了 李米兹航空母舰之外 同时特别提及了台海的军事 跟台美的军事合作 对我们刚刚看到这个CBS的这个报道 那女记者登上这个美军的 尼米兹航母 其实我过去也有相同的经历过 那他有特别谈到说 这一次不能暴露相关的位置 不过从那位置研判 如果是从关岛升空的话 基本上来讲 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 我们过去也是同样搭这个C2A 上尼米兹号 那时候飞行的大概两个半小时左右 其实抵达的位置 是在台湾的东南面的海域 离台湾非常接近 所以换句话说 整支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 非常有可能 离台湾非常近 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共击 这两天又出动了高达37架 中间也有这个彩虹式的无人机 前几天有BZK005的无人机 都在绕行台湾的东南面 都在针对这个美军兵力 进行相关的警戒 那最近其实我们看到尼米兹航母 频繁穿梭第一岛链之间 先前在南海 现在应该已经出到 这个菲律宾海这个位置 那真正的战时 这个尼米兹号航母 或其他的航母舰队 有没有可能部署在第一岛链 其实我引述最近 这个美国海军杂志 有一篇非常重要的讨论期刊 那美国海军认为说 真的台海开战的时候 反而认为第一线 应该由陆战队 跟这个潜舰去作战 那航母为了 避免遭到解放军东风21 低众反舰飞弹的袭击 非常有可能先保持一段距离 那等于说陆战队的兵力 可以从日本跟这个菲律宾 最近也增加 其实一共有十个基地 其实就是为了陆战队的兵力 进驻而做准备 可以向南北 这个朝台湾的方向 对共军进行夹击 那特别是说 美国海军在这种情况之下 甚至可以不用直接 跟这个解放军海上舰艇 直接冲突 跟甚至开火都不用 因为陆战队就具备 已陆至海的能力 陆战队配备了 大量的反舰飞弹 甚至它的闪电航母 美力坚号 这一类可以搭载F-35B 或者其他的两栖突击舰 还有F-18B这些火力 可以涵盖整个台海 甚至还有包含像MV-22 C-13洞都有反潜型 也可以对台海进行侦查 所以美国海军可以退到第二线 这当然是美国海军的一个思维 当然全部扫除解放军的导弹之后 美军的航母就会开拔到 要进入甚至台海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当然相关的 这一个剧本设计也在进行 那最近如果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尼米兹号航母 还要进入南海 还要频繁穿梭 第一岛链进出巴士海峡 这些区块 主要当然是为了威责 还有所谓的这个自由航行 那对于这个动作 这个央视 这个也不甘示弱 讲到说前几天在南海 同样的 这一个为了应对 尼米兹号航母 这一个解放军的山东舰 也出海 进行实战化的演练 同样的 这个对外的宣传 一样拍了这一个 殲-15的战机 在甲板上频频升空 甚至连这个 在渤海的辽宁号 也一样有类似的演练 那就要对应美军的 这个美利兼级的 两栖突击舰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双方除了俄乌战局 以在私底下 角力的情况之下 当然在整个台海周边的 一个安全的防卫 也全面在这个进行较量 好我们稍后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